大家好,咱这期视频来给大家讲一下疯子书写 想要写出一个漂亮的疯子 有哪些坑是你绝对不能踩的,要尽量避免的 首先第一种,大家看一下 左右两边分家这种情况 很多人写这个字的时候就觉得 左边这个金字旁有横画 然后右部有撇画 两边笔画懂打架 就写不到一块去 那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写左右结构的字 大家一定要注意 左右两边相接的部分 笔画间的穿插和避让 你要处理好 大家看一下 左部这个金字旁 它是怎么写的 撇横往上倾斜 然后短横 再来一个横往左延伸 但是能往右边延伸出去吧 不能 这个横是绝对不能往右边走的 你要把这个横给它砍掉 这一段多出来的一段给它砍掉 这样的话两边就能挨得更近一些了 是吧 它要避让右边的内容 所以你看横向笔画 右边是对齐的关系 然后你看竖题 竖题不要往右边去 在横起笔位置的正下方 往这走 你看往下 然后调整笔封往上去 这是金字旁 你看三横平行等距 然后右侧对齐 那右边怎么办呢 右边有撇 很多同学写这个撇那的时候 就直接往两边打开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在写这个右边撇画的时候 你注意 这个撇往下走 你看左边这个横向对齐 避让它 然后右边一样的 你这个撇画往下走 把这个撇画搭了下来 这样的话 你看两边也可以靠得更近一些 是吧 你不要说直接往左边上写过去 你看我们来写一下 你看右边 撇 矮 横 撇你看往下走 往下 看见没有 这样的话 你看两边就可以挨得更近一些 然后那话可以 往外伸展出去 看见没有 这样的话两边能够挨得更近一些 是不是 然后横 矮 再来一个横 三横 紧凑 然后选真数 这是方子 大家看一下 选真数往下走 然后你看第二个是什么问题呢 第二个的问题是 左部金字旁的位置没有搞好 左右两边的位置关系 也一定要给它搞清楚 方子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左小右大的字 那左右结构里面有这样一个书写规律 叫什么 左小要靠上 左小要中部偏上 所以这个金字旁是绝对不能往低了写的 必须得靠上写 必须得靠上写 你看金字旁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撇 盒 你看盒 再一个盒 你看这边是对齐的 然后竖体 好 向上 金字旁 你看整个位置偏上 你看右部 从哪开始写呢 比这个金字旁略为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从这写撇 好 盒 撇 往下走 大家看一下 然后你看那话 往外展开 你看 这样子的话 你看你把这个盒 撇和盒撇稍微往下来一点 于这个金字旁 比这个金字旁高这么一点点就行了 不要比它高太多 然后你看 盒 三盒紧凑往上迎 好 然后旋针数往下 这个旋针数 你看往下伸展出去 这是疯子 左小靠上写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问题 大家看一下 最后一个呀 主要是问题在于右部的收放关系 没有搞清楚 疯这个字 你看 它右部是一个上展下收的字型 大家看一下 上部是什么 折纹旁呀 然后下部的 疯子要收紧往上迎 上部有匹纳组合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匹纳组合要展开 所以你看 右部这个 折纹 你看 撇 横 撇 往这走 好 纳画应该是展开的 看见没有 撇纳应该展开的 然后下面这个疯子往上迎 要在撇纳的范围下 所以绝对不能把撇纳给它写短 然后把横给它写长 看见没有 这个横一定要写短一些 在撇纳范围下 然后你看我们来一遍 撇 然后横 横 再来一个横 然后竖 往上走 大家看一下 这是左部 然后右部 撇 你看横 撇 往下 好 纳画你看展开 撇纳伸展出去 你看横 三横紧凑 要短小 往上迎 这个选真数 你看往下放 这是疯子书写 掌握书写规则 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分析汉字结构 才能真正练好字